1800年前就已經出現 最廣為周知的特邀 三顧茅庫就是特邀 由這個當家做主的大當家 帶著他的桃園三接葉的兩個兄弟 劉 關 張 三兄弟 三顧茅庫要請一個小矛頭 諸葛 臥龍請他出來幫我 去了前兩次都沒有人理你 小書筒說先生在睡覺 就給你這樣子一二再再三的 但是他覺得這個人我真的要 我不請到他我就沒有辦法 我就沒有辦法能夠去對抗 現在的天下的局勢 我非得要贏 所以他就把他找出來 可是王清平講得也沒錯 其實王院長已經告訴你了 再來就是翻臉 簡單講就是這句話 我在目前這邊通過 對 因為他講 你要必須證明徵召的人 絕對當選 這個命題其實答案就是 不可能證明 因為只有明年1月11號 那天他能證明 只有票投下去才能證明 所以就算所有人都覺得 就算我如果 如果我覺得是的事情 舒嬅覺得是 現場都覺得是的事情 也未必會發生 因為那是你覺得 所以你覺得無法證明 王院長其實告訴你了 我不接受 問題是我不接受以後 之後是我在旁邊 氣噗噗的去支持一個別的人選 又或者是我在旁邊 我不氣噗噗 但是我笑嘻嘻的看著你輸 又或者是他真的 就按照他的支持者來講 我再跟大家報告 而且強調一次 王院長從沒有說過 他要離開國民黨自己參選 但是他有提過 他的支持者勸他要做這個準備 就是說王院長 你也有能力 連署到28萬以上的 成為獨立總統參選人 這樣所謂的國民黨本土派 就會有傷 大家記得很多人都在講這件事情說 瓦漢哥我覺得你那個舉例 他們有的韓國瑜支持者不接受 我就說 當我提到汪志斌去幫韓國瑜 而汪志斌的這個雪中送炭 讓韓國瑜跟李嘉芬 這麼的感謝的同時 王金平畢竟去年的選舉 大三三造勢大會 也是有幫到韓國瑜 所以一個曾經幫過他 是以為他都這麼的 這麼的感恩戴德了 你今天說王金平院長 我怎麼 如果王院長一直這種態度 韓國瑜當然不敢鬆口 只能夠咬拖鞋 更大的在後面就出不來 有人講說更大出來 那個人不是 韓國瑜是郭台銘 那又是一個複雜的命題 觀眾朋友 4月10號非常重要 因為那天 韓國瑜要去美國 而那天也正好是禮拜三 禮拜三又開中常會 所以國民黨要在那一天的中常會 討論總統出生辦法 現在吳敦義主席是想幫設法 我知道這兩天有接觸 可是還沒排出時間 因為韓國瑜太忙了 吳敦義主席想要親自下去 你看劉備也是跑到了這個 就是隆中的地方去 希望能夠找到諸葛臥龍出來 你說你一個主軍跑去那邊 成何體統 沒辦法 為國舉才 你就是必須要理賢下市 現在主席跑去當找市長 看起來也不對 陳明通剛前一張 我們就不用再倒回去 他也是跑去高雄 過去有看過 陸委會主委跑去高雄了嗎 也沒有 所以現在這種狀況就變成說 王清平院長他的態度非常明顯 大家看一下 如果有玩 我兒子喜歡玩這個 就是遊戲王卡 這個遊戲王 出了這個所謂的特邀卡 特邀卡 對 特邀卡 王清平院長用這一張卡 說盡了他的不滿 跟說盡了他的 再來我就翻臉 他推出了一張在他的臉書 但是他也會講說 公道博不說 小編替你說 特邀制度卡一出來 你看這個表情有沒有 他裡面我把它放大 他說這個特邀卡一打出來 會有什麼效果 會出現幾個效果 你兒子也有玩是不是 好 來 你看 發動的效果第一個 額外會召喚一名玩家 額外的 他多出來了 無需準備任何資源 你都不用準備 你就直接跳下來 大家都叫你提示 一 二 發動效果是什麼 受召喚的玩家 有口頭發動獲勝的選擇權 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用說的你就贏了 你都說你民調最多 你都說他贏了 證明就大家這個 誰能保證今天你提的 你不讓我們王清平跟朱立倫 去走這個初選程序 要直接去特邀 或者是初選徵招 然後因為那個人會贏 因為那個人有 扶龍命格的幫忙 所以要贏 證明給我看 你沒有辦法證明 第三個 發動效果 可以讓所有參與玩家的人 陷入困惑及憤怒狀態 觀眾朋友 其實他已經告訴你了 現在王清平的狀態就是 憤怒 而且困惑 而且非常的 基本上要爆發 沒有你這樣解釋 但是我還完全聽不懂 唐那小編寫的字 對 所以其實 其實大家看 所以你沒有在玩 這個特邀卡的意思就是說 當武隊議做到這個程度的時候 王清平一直在講說 其實我已經閉嘴了 其實大家都是同黨同事 我抱歉說出來而已 蘇堤下已經到處準備好了 看是要抬還是要怎麼樣 這種狀況其實 對國民黨來講也是隱憂 因為如果真的 王清平院長最後是沒有被提名 不管是任何的模式 然後他也不停的話 對國民黨來講 當然也是一種受傷 所以這個時候 我相信韓國瑜他當然不能講 你看他在港澳生下的這幾天當中 每一次只要有讀訪 記者會一直問說我選總統 那時候他有一個標準答案 現在在拚經濟 在幫高雄拚開笑 這些話題都回去在談 回去才好好談 可是回到高雄小港機場的時候 他也是講說 我身邊都是這些 局所小港跟這些議員 現在講這個東西對他們不禮貌 所以他也就是一次脫過一次 對韓國瑜來講 還有我昨天跟大家分析的 他的那個跟大家揮手 10秒鐘轉過身去的 他內心應該現在 此刻是非常的煎熬 家裡有需要再買多賣幾台洗衣機 不過4月10號 當吳敦義到達高雄的時候 這件事情總得要談了吧 總不會吳敦義到了高雄去 可是談的不一定會有結果 我知道 你剛剛已經預告過要談三次了 對 就之前的特邀 都是花三次的時間 所以一次不夠 所以4月10號是第一次的接觸 後面還有很多次 快點兒 快點兒 坐吧